中非仁爱交之争的背后啊 它的实质就是美国的一个布局 他们呢就在这里埋下了三个地雷 也就说挖了三个陷阱吧 等着我们陷进他那个棉花套里边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张宾论评 你看上次我们啊 的海警用这个水炮就把他们给驱离了 这实际上呢是在定一个规矩 给未来打出这么一个样 你就告诉美飞 也就告诉其他的东盟国家 这要是你菲律宾不坐下来 咱们好好谈 你还违反双方的协议 非要这个强闯的话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行政管控层级 非常严厉的手段 但是呢也不是最后的手段 还有比这个更狠的 如果呢你不好好聊天 那我们就会用这种手段来对你了 菲律宾当然知道呢 他不是我们的对手 但是他们呢和美国在一起 还是要设下一个连环套啊 这就是一环去套一环的 首先啊 这个仁爱交和黄烟岛 这个是美国在怂恿菲律宾 在这边制造出这些负面的舆论 扩大声势啊 这是他们的一个抓手 在南海地区说透了 目前也只有这两个点 他们借得上利了啊 那我们也看到他们这一套了 这也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 第二呢 在仁爱交那挑事啊 阻挠这个东盟相关国家 和我们一起签订这个南海行为准则 这个事我们已经弄了很长时间呀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上台至今啊 你看他已经出国了啊 有十二次了 除了到我们这来了一次之外 基本上都是和邻国那边去商议 是另起如造 签订所谓的双边行为鬼则 这就是要把南海行为准则这个事 完全给搅黄了嘛 当然了 菲律宾这个目的他没有达到 你就连和我们争议比较大的越南 都非常坚定的拒绝了菲律宾 那美菲的这个算盘 就是想打这个多边的协议 给弄成这个双边协议这个算盘 那虽然是泡汤了 但是呢 你通过仁爱交和黄岩岛 不断的去制造各种冲突 阻断南海行为准则的签署啊 在这个小马克思的任内啊 还真有可能他能做得到 也就是说 只要他在那当总统 这个准则还真有可能遣不下来 第三呢 菲律宾这个 在美国的协助之下 他要谋求修改他自己的宪法 让小马克思能够连任 这菲律宾的总统啊 挺有意思的 他只一个总统只能当一届 六年你还不得连任 你看上届这个总统杜特尔特 这就是他一个典型的本土实力派吧 是吧 他根本就不买美国的账 他只借你的力就可以了 美国从实际上呢 根本是控制不了他 杜特尔特呢 也就让美国吃了不少的苦头 这小马克思不同啊 这个从他的家族上来看啊 从他的父辈到他 这都是被美国拿捏的死死的 你想想美国在这边 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位啊 那想办法也让他连任呢 那么这样呢 如果他能连任的话 那未来的十二年啊 美国就有了 继续介入南海的一个抓手了 所以呢 美非需要啊 继续把这个仁爱交和黄岩岛 这个地方的事情搞大 你就等着中国 在这个仁爱交的地区 这个把那艘破船给拖走的啊 这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最好啊 咱弄出点什么伤亡事件 这个呢 就有了悲情牌 对外呢 可以扩大影响 对内呢 就能煽动这个民族情绪 由此呢 促进他内部的修宪 当然美国呀 他也非常的清楚了啊 东盟其他国家 那不会站在反中抗中的立场上 现在能靠的 也就是这个菲律宾了 那那毕竟呢 菲律宾是美国嘛 在曾经的啊 也是唯一的那么一个殖民地 至今呢 美国的影响力都非常的大 所以呢 他必须保住一个亲美的代理人 这就是美国搞的一环套一环 一套弄一套的 这个所谓的三连套 因此呢 我们和菲律宾的斗争 那不只是我们看到的海景和水炮 那背后呢 是长期的政治和国际法层面的角逐 这就是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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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